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切蛋糕,全体一起庆祝这一天 庆祝迎接新年,接着是各大陆半年的时间 沈日本大陆会长方向益怀着胜利奉献天苑宫天一圣殿的决心 线上报告祈祷 在鬼卯年新年到来之际,真父母给予了希望的圣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밝히는 개미UND은 새해 역사의 아침이 밝아왔습니다 10.17 1911年, 이제 10년 한돌기를 마치고 다시 출발하는 이 해에 창조주 하늘 부모님의 꿈, 소원이 참 부모와 함께 지상에서 실체적으로 섭리를 펼쳐나가게 되는 이루 형연할 수 없는 설렘과 기쁨과 환희가 가득 찬 이 개면은 검은 토끼의 해 토끼처럼 부지런하고 다산하는 영리한 가장 사람들이 함부로 대할 수 없는 사랑하는 동물인 이 해 특히 검은색은 모든 빛을 다 함축합니다 태양의 열을 받으면 받을수록 그 따뜻함, 따사함은 누구도 부정을 못할 것입니다 그 말은 지난해에 부족했던 불미스러운 모든 것은 물러가고 새롭게 하늘 부모님을 중심하고 모든 면에서 포용하고 품을 수 있는 통일의 축복가정, 첨보가정이 되어서 하늘 앞에, 인류 앞에, 승리자로서 자랑하는 존경받는 여러분 모두 축복가정들이 되기를 바랍니다 그리하여 하늘 부모님의 환경권 직접 치리하시는 환경권의 중심에 있는 이 나라 신통일한국이 되어야 되겠죠 그러기 위해서는 여러분 모두가 한마음 한뜻으로 하늘 부모님의 꿈을 실체적으로 이뤄드리는 효자, 효녀가 되기를 부탁합니다 ugs 하늘 부모님의 환경은 었죠 Wenn 따뜻하고 演出是通过影片 圣汉国的演出 则是现场进行 为了圣同于韩国 圣汉国指导者们 唱了决一支歌 在全世界大陆会长的领唱下 高喊一万岁 由天地人之父母主管的 2023天一国指导者 新年赫礼会圆满结束 同一天下午 召开了第四届 深韩国战略大会 世界本部长 英英浩 对2027院警设立的三大方向 发表了幻音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们 新通缘产国和新通缘世界的批评 我们的目的主持人们 这些传统和母亲们的说法 基于中心地 我们的批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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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世界费和缘成 我们的世界费和缘成 2022年 非常辛苦 2023年 我们的年轻是更加 增加和增加的 一年成为了 福音大教堂 唐米尔斯主教 通过特别报告 传达了有关教会成长的六个信息 并强调最重要的是 尊崇神的命令 此次第四届 神韩国战略大会 以礼拜和家庭管理为 核心关键词进行 对于核心关键词 礼拜 六名发表者分别提出 对天一国时代 讲到方向的建议 暗示日礼拜的本质 引导成和学生 及青年大学生 礼拜的愿景和方向性 开放礼拜的方向性 天父母社会 礼拜的方向性等 多种主题进行了发表 并在战略会议 进行深入的讨论 对于家庭管理 也有六名发表者 出面讨论了家庭咨询和拜访 助力石口家庭 教会复归 培养天保家庭教会长 为了家庭成长 圣言的重要性 通过中保祷告师训练 强化东族民赛亚 力量的方案 家庭爱和平信念等 多个主题 通过战略会议 有了共享实际案例 重新定义不同理解概念的机会 作为天心天保修行的一环 接着进行第一届 演讲训读大会 包括世界本部在内 各地区各拜出一名代表 共有六名发表 开始了可以进行公民的演讲训读 美国的生活 永久联一语 美国的世界住家和世贊而保障 保障 本人是任何温暖的 何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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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惊暖的 一惊暖的 未经浪的 命生而 从此要死 更간из了 那你只要同样,如果自己是身吧, 你和神的意思说, 他人是有利于你的祝福。 他你的意思是大部分, 这里是非常痛苦的。 那你自信让我忽悶而言之后, 第一屆演讲续奴大会的四名发表者 获得了孝勤奖 给予辛勤共鸣带来许多感动的 第四地区崔苍言大教区长 和第五地区伊尤俊青年教会长 获得了孝勤奖 尤俊青年教会长 我感到憾悶,感到很感動 我真的感謝我們同一ista現代的新現象 我們擴障把六萬人給生氣 謝謝 2027愿景及天運宮天一聖殿勝利奉獻 第4屆神韓國戰異大會 在感受著心情的共鳴正落幕 以神统一韩国的孝晴思想与和平为主题 举行了第41届神统一韩国和平论坛 世界本部长尹银浩通过欢迎词表示 希望能成为回顾孝晴根本意义的时间 孝晴世界和平财团理事长秦陈培 就神话一知什么进行了演讲 宏一大学教授秦炯俊以孔四的想象与和平为主题 进行了演讲 Pocket四部曲代表憨松忧发表了 北韩的家庭文化和校实践 在和平广场上 对孝晴思想与和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传统于韩国和平论坛 第41届结束 第二期也圆满结束 举行2027愿景 神通与韩国安卓 银浩世界本部长邀请特别集会 神军援国有500多人 神中清国有600多人参加 通过大陆会长的欢迎词 感谢真母亲的爱与恩典 为天愿公天一圣殿 胜利奉献而献上精诚的天圣贡献者 持孝晴特别颁奖式隆重举行 随后进行了石口门的孝晴见证 和充满恩惠的孝晴赞扬 世界本部长银浩通过声言传达 真母亲的爱 并分享了最近设立的进展情况 这一朝 所以比我们最大的很重心 第二个十年末 像一年来为活动做出贡献的时寇们 颁发孝勤功劳奖 在恩惠的气氛中结束了活动 第一国十年末 向一年来为活动做出贡献的时寇们 颁发孝勤功劳奖 在恩惠的气氛中结束了活动 沈非洲大陆会长让皮埃尔·卡迪玛 访问了科勒迪瓦来到天保家庭的故乡 与通过沈宗祖民赛亚活动 而领受祝福的部落领袖们见面 并分享了真父母的圣言 另外在沈宗祖民赛亚活动的胜利集盘上 举行了孝勤家庭修炼院奉献室 由科勒迪瓦家庭联合会指导者和村民出席参加 在南非共和国作为神宗祖民赛亚活动的一环 进行了青年修炼会 包括22名青年传道对象在内 共有40多人参加了此次修炼会 以灵界和地上的关心 神的旨意和创造目的 纯洁的重要性等多种主题进行了演讲 通过这次修炼会 参加者们建立兄弟关系 有机会感受到天父母的心情 2019年 专父母胜利天咒庆加南四十天路程 卫神统一世界成立的世界圣职者协议会WCLC 迎来创立三周年 纪念活动通过双向线上远距 在世界55个国家 一千多名圣职者参加下举行 这届本部长银号介绍以 周母亲为中心的世界和平运动 感动了参与活动的世界圣职者们 包括通马斯沃尔许会长在内 拉德贝先知 KCLC金手万会长等 发表了贺词 见证真母亲 梦尔琼斯牧师 比以往更深地见证了真母亲 世界指导者再次聆听真母亲的创立圣言 回顾了当天热烈决议的时间 并决议与独生女真母亲合一 实行KCLC愿景 圆满结束创立三周年纪念活动 英神韩国妇女会 爱地球家族1%运动的成果 柬埔寨梦想图书馆举行竣工事 世界和平妇女会世界会长文勋熟 韩国会长崔英散 H.J.美根罗利亚国际医院理事长金向军 柬埔寨人事部次官 兼皇家公共行政院院长尤克伯纳 等120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相关人士向妇女会表示感谢 并表示将利用为居民的各种文化空间 第十届肯亚蒙巴萨国际统一舞蹈公开赛 在肯亚蒙巴萨举行 包括来自13个国家的200名选手在内 共有250人参加了本次比赛 选手们展示了精彩的比赛 赢得了观众们感动的热烈掌声 另外肯亚政府官员作为嘉宾出席了本次大会 并被多家肯亚国营媒体和国家电视台进行了报导 先赫UP研究所和显文UPA在2022年结束之际进行了统一舞蹈升级审查 学生们已获得统一舞蹈黑带为目标 在2023年持续修炼统一舞蹈 决一成为文武兼备的天一国指导者 成为真父母的小子孝女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第三届青年公职者计划 经过为期八个月的指导者教育课程 有17名青年公职者成为主人公 青年公职者们决一不仅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还为沈非洲的设理竭尽全力 在贝南为儿童和青年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教育营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通过神的恩典找到自己的身份 共有三百多人参加 通过原理讲义 圣诞节派对等多种节目 参加者们度过了愉快而有意义的时间 斯里兰卡UPF成功完成为期一周的 2022宗教青年服务团计划 以世代之间的联合 创造为所有年龄层的世界为主题 在斯里兰卡的一个村庄里建造了水井 宗教青年服务团完成井水工程 汇集当地200户居民 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 YSP2022台湾希望大会在高雄和台南举行 主要节目包括进入和平设计师决赛团队们的热烈发表和颁奖 两场大会圆满完成 柬埔寨 以清洁环境热爱自然为主题 展开美工和和专进化服务活动 参与此次活动的YSP会员 清边大学生领悟到环境的珍贵和为别而活的重要性 同时柬埔寨 YSP服务团以饭就是爱为主题 进行圣诞节食物分享计划 服务团访问今天的一家儿童医院 并向60多名儿童患者 家长、医院职员分发了便当 圆母平爱奖学院举行了2022SJPA奖学结业史 奖学生们使用真父母提供的奖学金 在韩国语学院学习了一年的课程 在显文大学学习了四年本科课程 通过这次结业式 奖学生们决意成为向世界传达真父母之爱的未来指导者 在沈非洲贝南 取行了贝南天父母圣会全国指导者大会 此次大会是为了制定 胜利2027愿景活动的战略计划而召开 协会长进行特讲后 与参加者们就国家富贵议题 通过讨论交流各种意见 并决意回到任地胜利2027愿景群力以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